大家好 我是阿周 這次大陸星 我要感謝內人協助我 訂了廈門站旁邊的 東南亞大酒店 這間大酒店 它就正好在廈門站的旁邊 那現在看到的這個 這個影片 正好是在廈門站 它整個一個 我是從 東南亞大酒店的一個 西房的這個霧台 所拍攝出去的 入住這間酒店 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們櫃台會主動的幫我們 升房 因為他們還有好一點的房間 就主動幫我們升的 所以說我們住的樓層就比較高 就比較安靜 同時服務人員的很親切的 看到我們主動會過來幫忙 妳的地毯軟軟的不好 她人八十幾歲了 還跑來大陸 對 這小姐姐真好 幫我們拉行 在這邊 對 幫我除一下那個煙 好 煙除好了 除好了 這個卡片 剛剛有 兩張嘛 對 不好意思 接住一碗 好的 好 謝謝 這位 我幫妳拿 沒事 謝謝 小姐姐認真好 幫我們把行李拿進來 這個位移的不分離 謝謝 看師分離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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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今天大概就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兩瓶水 還有放行李的地方 東南亞大酒店 她早餐是七點還是公餐 因為我們早上八點都要趕動車 所以說在六點五十的時候 我跟公公有一些沙桌裡 因為要趕動車 是否可以新人餐 那個服務員啊 也就把門開起來 有多少錢 有多少 感覺還OK 還可以協商 還以為一定要等到七點 我們進來之後呢 菜並沒有全部服氣 不過我們就很滿意了 因為我們很感動 所以我們需要先吃一下 大概這邊用餐 用了大概七百六十七五三十左右 我們就整個離開了九點 給各位看一下 他餐廳 菜菜真的是蠻豐富的 只是我們不能好好的 這是很長時間的用餐 給各位看一下 這間酒店最大的特色就是 他除了服務親切以外 餐廳早餐不錯以外 最大的特色就是 看離交通設施 非常非常有機箱 地鐵啊公交啊 火車動車高鐵啊 還有是BRT 都是盡在支持 還算是不錯的一間牛店 以整個評估來講 加上價格 我個人是認為還很OK 推薦給所有的好朋友 好的 我們影片就介紹到這裡 我們下次影片見 我是阿周